哈喽大家好,是小屋幻小动拓帮 2018年10月的某一天 向来被明星八卦罢评的热搜榜上 赫然出现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 东汉科学家张衡和其发明的厚峰地动仪 彻底从初中历史课本中被移除了 此前的人教版教材中 张衡一直被视为一位拥有非凡成就的古代科学和文艺巨匠 他发明的地动仪代表着古人智慧的结晶 这早已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然而在2017年秋天投入使用的 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中 关于张衡的内容全部消失不见了 那个课在几代中国人脑海中的地动仪模型 开始淡出当代青少年的视野 中科院院士傅成毅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到 房梁下掉块肉都比那个模型强 难道说一直以来张衡的后风地动仪 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吗 这条热搜新闻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起令人讳莫如深的历史悬案 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 探寻着背后的真相 故事开始之前先是一个通知 自2022年12月15日脑洞乌托邦周边设计大赛启动以来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批专业设计团队和热心朋友们的投稿作品 目前作品征集工作仍然在有序进行当中 由于不少观众朋友们表示 是最近才获知征稿大赛的 再加上2022年底全国疫情对大家工作和生活不同程度的影响 应大家的要求和建议 我们特将投稿的截止日期延长至5月15日 评奖公布时间暂定于5月25日 截稿之前我会再发视频来提醒大家的 关于奖品和奖金的设置还请扫码查看 再次感谢已经投稿的小伙伴们 也欢迎广大设计爱好者踊跃参与 公元134年东汉顺地留保杨家三年的一天 位于都城洛阳的国家天文台灵台里 一台奇怪的机器突然发出了钉的一声 机器上朝着西北方向的那条龙 吐出了含在口里的铜珠 恰巧落在了下面张着口等着的铜铲除嘴里 史书上对这台机器的描述是 外有八龙手闲铜丸 下有铲除张口成直 整台机器长得像一个大九尊 直径8尺约有2.6米 机器外围一周被分成了8个区域 分别对应着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位 每个方位上有一个口弦铜球的龙头 每个龙头的下面还有一只铲除 机器的发明人名叫张衡 时任东汉太史令灵台的管理者 张衡走上前去捡起了铜球 望向西北方向 年过五旬的他皱起了眉头 他知道落下的铜球意味着什么 朝堂上他坚定地说到有地震了 众人面面相去甚至有人失笑了一声 没有人感受到任何震动的感觉 然而三天后 龙溪的信使快马加鞭赶到了都城洛阳 报告说龙溪地震二郡崩塌 京城上下人们奔走相告 张衡大人的那台地动仪神了 张衡出生于公元78年 祖上是名门望族 其祖父张勘曾担任过蜀郡太守和渝阳太守 一生围观清廉 民间有歌谣传唱说 张军为政乐不可知 然而随着张勘并故 张家家道中落 所以张衡从小就过着清贫的生活 但遗产不仅仅是金钱 还有更珍贵的血脉和素养 跟爷爷一样 张衡自幼天资聪颖 勤奋好学 十岁饱读诗书 十七岁游历明都大义求师问业 十八岁写成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温泉妇》 二十三岁时受聘于南洋郡太守鲍德门下当主部 此后他花了十年的功夫 写成了著名的二经妇 即西经妇东经妇 讽刺了上道王侯下道小丽 无不过度奢侈的不良社会风气 同时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 明都故城的宏大场面 将汉妇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东汉安帝涌出四年 公元一百一十年 张衡用鲍德举荐进京为官 公元一百一十五年 张衡调升太史令 主管观测天象 编定立法 记录地震等工作 此后张衡前心钻研 算学天文地理和器械制造 公元一百一十七年 张衡用金铜制成了魂天仪 张衡的宇宙天体观是魂天说 认为宇宙是魂天如机子 天和地的关系 就像蛋壳包着蛋黄一样 天外地内 经书天文之中 对张衡所制造的这台魂天仪 有详细的记载 主体是一个大铜球 和现在的天球仪类似 球上画了张衡所定的星座赤道黄道 黄道上则绘制出24节气 在铜球相当于南北极的地方 有一根可以旋转的轴 依靠水力发动 转动铜球 可以掩饰星星的东升西落 此后张衡把他对天体的观察和研究 汇总成了天文学著作 《零线》一书 书中精确地解释了月亮发光 日时月时等天文现象的成因 数学方面张衡著有算网论 用圆的外切正方形周长来计算圆的周长 算出的圆周率借于13.1466和3.1622之间 可奇怪的是 在张衡的年谱里 公元128年到公元132年间 他除了写点诗词歌赋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科学研究 后世推测 这四年的时间里 张衡是在潜心研究地动仪的发明 终于公元132年的一天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感应地震发生方位的仪器 横空出世 这台仪器在灵台静静地躺了两年 直到公元134年12月13日声明大噪 那次陨西地震 震中在天水一带 距离洛阳城有一千多里 后汉书对张衡地动仪的评价是八个字 厌之以示何弃若神 如果记载属实 那么这台地动仪的灵敏度可以说是惊人的 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全球联网了 那么这则新闻将轰动全世界 毕竟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超前了 要知道西方第一台地震仪是意大利人陆吉帕米里 在1856年造出来的 而张衡的地动仪比它早了整整1700多年 1880年世界上第一个地震学会 日本地震学会成立了 会长是曾经留学美国的日本人福布13 因为日本是地震多发国 福布13从小变新系地震问题 1875年这位懂汉字的日本年轻人 绘制了张衡地动仪的外形 并用汉字在图画的四周 抄下了后汉书张衡传中 关于地动仪的196个字 日本地震学会的副会长是 英国工程学教授约翰·米尔恩 1876年约翰·米尔恩受东京帝国工程学院的邀请 担任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 可他刚刚抵达东京的第一天 日本就发生了地震 在度过了惊魂一刻后 他拿起相机拍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组地震现场照片 随后在日本又经历了几次地震 让米尔恩对地震报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米尔恩与福布13一拍即合 两人共同在学会中研究起了 一千多年前张衡的发明 米尔恩认为张衡地动仪是一种只对地震波有感应的验证器 厚瀚书中说 终有督柱 棒形八道 施关发击 米尔恩猜想这督柱应该是地动仪内部悬挂着的一个沉重柱体 柱体只对水平方面的震动有反应 因此具有不怕非地震干扰的特殊本领 因为非地震的干扰运动 比如说人走车型 碎石爆炸等等 产生的波动都是与地面垂直方向的颤动 悬挂物不会出现任何的反应 而地震波却是以水平方向的晃动摇荡为主的 悬挂的督柱会因为惯性而继续维系静止状态 于是督柱与地动于底部框架之间 就会出现相对的微小位移从而触发机关 几年后米尔恩根据自己的猜想 搭配福布E3复原的地动仪外形 试探性地做出了一个地动仪的模型来 1895年在不停地研究和改进之后 米尔恩发明出了现代水平摆地震仪 不仅实现了张衡地动仪的验震功能 还可以记录地震的时间 方位地震波形强度等详细数据 1896年米尔恩回到英国 将他发明的地震仪安装于62个英联邦国家 并编制了全球地震报告 一举成为了现代地震学的奠基人 而他也毫不吝啬地在自己的著作 《地震和地球的其他运动》中 说自己是受张衡地动仪中有督著的启发 做了大量的模仿实验才成功的 更是盛赞张衡是衔接现代地震理论 和经典物理学的重要一环 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20世纪中叶 1952年中国人民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用一整个版面图文并茂地详细介绍了 地动仪的结构和原理 这张照片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地动仪的经典形象 次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 伟大的祖国古代发明系列邮票 地动仪被印于邮票之上 随后教育部也将地动仪编入中小学教材 至今为止地动仪还是中国地震局的标志 不仅如此地动仪的复制品 还多次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各地展出 甚至以国理的形式赠送给他国 他被视作人类文明的象征 摆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总部 和他并排展出的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地动仪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渊远流长 称起的是一代国人的底气与骄傲 然而与荣誉如影随形的还有志一生 1988年地动仪在日本奈良展出 诺大的展厅内 这架高2.2米直径1.6米的庞然大物 处立在中央 周围挤满了前来参观的日本民众 讲解途中中方讲解员被要求展示一下地动仪的灵敏度 尴尬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 倒过了半天 八只龙手口中的铜丸纹丝不动 最后没办法 讲解员只能手持木棍捅了一下 龙口中的铜丸这才掉落 铜丸与铲除碰触的声响回荡在展厅内 各国学界对地动仪的怀疑声也愈演愈烈 其实早在那次展出之前 上个世纪60年代起 日本、美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的地震学界 就发表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论文 来质疑中国复原的张恒地动仪 美国地震学家伯尔特院士毫不客气地说道 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地动仪模型 工作原理模糊 简陋粗糙 对地震的反应度低于居民自身的敏感 其作用应予以质疑 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正中也是不准确的 前面我们提到了米尔恩的著作《地震和地球的其他运动》 一直被视作是当代地震学的开山制作 这本书至少被再版过9次 但是从《地霧版起》里面关于张恒的内容就被删减掉了 事实上一直以来 国人对于张恒的后风地动仪一直存在着深深的误解 首先地动仪它并不能预测地震 而是监测地震的一切 只不过在那个靠异族传信的年代 地动仪能让京都迅速地知道地震的发生 而在古人眼中这和预测也没什么差别罢了 其次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地动仪是张恒的原作 除了专业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 张恒在东汉末年制作的这一科学仪器 至今还没有出土文物 最早在国内介绍地动仪原理和结构的人民画报的那篇文章中 其实有这样一段原话 可惜张恒这一重要发明早就失传了 随朝科学家林孝公上写过一部地震铜经仪 也未能流传下来 文章的最后还特意提到说 这里介绍这个模型是我们在1951年设计完成的 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恒传的记载 以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年人民画报中的这段原画 不知为何被此后修订版的教科书给掠去了 这个经典的地动仪模型的设计者名叫王振夺 曾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王振夺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 做陈列宣传之用 其中就包括后封地动仪 王振夺从后汉书张恒传中 《终有督注》的记载里获得了灵感 用直立杆的原理复原了地动仪 简单来说就是在地动仪的内部 数一根又细又长的立柱 地震发生时 立柱会在微弱的地动作用下 失稳而发生倾倒 击中龙手机关 龙口张开吐出铜丸 但直立杆原理无法说服一众地震学者们 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 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指出 立柱验震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想要让一根立柱的灵敏度 比人的感震灵敏度还要高的话 那么运用力学原理 算出的立柱的高度要接近1.89米 直径得细致1.5毫米 这么细而高的立柱是绝对站不住的 1983年 荷兰人斯莱斯维克美国人塞维 也提出王室模型不能成立 立柱在受到地震作用时 并不会100%的倾倒向震源方向 而是会各方向乱倒 根本不能用来判断震源的位置 不仅仅是外国人 中国学者也给王振夺泼冷水 1976年 王振夺的老朋友 地球物理学家 中科院院士傅成毅 当着王振夺的面 说出了那句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的话 房梁下面掉块肉 都比你那个模型强 有关地动一的争议声 达到了鼎沸 甚至扩散到了对张恒的怀疑 有人说张恒的后风地动一 不过是后人的杜撰罢了 奥地利学者雷利博 在他的张恒科学与宗教一书中写道 对张恒地动一的迷恋 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 后汉书的记载也不一定是可靠的 不过插个题外话 雷利博主修的是哲学和神学 他所写的大部分书也都是关于宗教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他对地动一产生了兴趣 那么张恒的后风地动一 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吗 如果存在过 又为什么会失传了呢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800年前 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恒所生活的东汉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 公元125年 无能的汉安帝刘户驾崩 安帝刘户只有一个独子刘宝 按理说 安帝死后 刘宝继承皇位是没有悬念的 可偏偏历史就是这样出人意料 刘宝并非汉安帝所爱的 颜皇后所出 其生母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理事 早在安帝驾崩前 颜皇后就找了个由头 废了刘宝的太子之位 贬为继阴王 安帝驾崩后 颜皇后为了能够长期专权 扶持北乡侯刘义继位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刘义登基不到半年就病死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以孙城为首的19名宦官 连夜发动政变 拥立废太子刘宝继位称帝 史称汉顺帝 这一年是公元126年 此后东汉宦官集团的势力 愈发强大了 不仅如此 两汉时期还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 百姓在水灾 汉灾 黄灾 冰雹地震等灾难中艰难度日 翻开史书 我们看到的是 郡国十八地震 二十八大风雨宝 万民激流 民香石等令人绝望的字眼 张衡见过地震肆虐后的断壁残垣 见过被崩塌的山石掩埋的村庄 也见过废墟中奄奄一息的店户和村民 这也许就是他设计地动仪的初衷吧 可他的科学实践虽然超越了时代 但是思想认知依然被迫顺从了迷信 公元133年 张衡将杨家二年京师地震对策一文 上成汉顺地 他试图借地震之机改善朝纲 文中张衡说 妖星见于上 震烈卓于下 天界响矣 可谓寒心 不管是天灾还是地震 都是上天给予的警戒 修德正可以转获为福 他本想铲除奸命报效君王 可没想到满腹忠心却办了措施 这指京师地震对策 开启了中国因地震而查处高官的历史先河 且愈演愈烈 直到东汉灭亡 接地震之势 铲除一己 成了顺地时期的朝廷潜规则 庞滩王公等腐弊良辰 皆是在这场政治游戏中被罢免的 公元134年 那次铜龙土著后 汉顺帝召见张衡 在大殿上问他说道 爱卿觉得谁是那促怒上苍之人呢 这次朕又该罢黜谁呢 张衡看着周围宦官们近乎吃人的眼神 终究没敢挺之腰把说出实情 但宦官们没能就此放过张衡 自那之后一鸣惊人的地洞仪 成了犯了众怒 且聚其回击的煞心 张衡也因为妖言过多成了众矢之地 宦官们不断对顺地进谗言 公元136年初 张衡被贬到了荒无人烟的河界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苍州 叼任何剑王刘正的国相 那里也是几百年后流放临冲的地方 其悲凉可见一斑 离京前年近六十的张衡 最后回望了一眼寒风凛冽中的洛阳城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邹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邹狗 张衡晚年的文学作品 怨篇 四绸诗 种妇 龟田妇等等 尽是他卑不堪言的笔数 此后的公元137年5月至7月 公元138年2月至6月 139年4月 东汉又发生过多次地震 但史料中却不再有帝东仪的工作记录 帝东仪随着张衡被排挤 重视度一落千丈 最终被彻底的摒弃了 公元139年垂暮之年的张衡 思相心切 于是尚书给顺帝起海骨 自请退职 祈求海骨得以归葬故乡 顺帝应允张衡官职被降为尚书 张衡有没有应征从而回到洛阳 史料并没有记载 我们只知道同年张衡刻然尝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军阀董卓趁机攻入洛阳 到处烧杀抢掠焚烧攻势 到了公元190年 繁华的帝都洛阳被董卓一把大火烧毁 汉县帝留邪和洛阳周围 几百万居民被驱赶进入关中 一路伤亡无数 史称旧经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 东汉成了无根漂泊的孤魂野鬼 2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就此成为瓦礼场 林台自然也难逃厄运 最终在烈火中复制一具 此后地动一再无踪迹 沧海桑田岁月如梭 2004年中科院教授地震学研究者冯锐 站在林台遗址中 他环顾四周 当年放置地动仪的房间 早已空空如也 墙壁上还残存着大火焚烧过的痕迹 相隔1800年 冯锐试图聆听 鄙视铜珠掉落的声音 2003年 冯锐受到了河南博物院的邀请 参与到了张恒地动仪的 重新复原项目当中 上个世纪80年代 冯锐曾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地质地球物理系做过访问学者 他当时的系主任 正是美国地震学家伯尔特院士 一天伯尔特半开玩笑似的问冯锐说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很能喝酒呀 冯锐说道 那当然了 礼白斗酒失百篇嘛 伯尔特大笑回答说 无怪你们的地动仪也长得像个酒桶一样 在伯尔特所著的地震学入门一书中 张恒被画成了一个 泼似酒鬼叫花子的形象 这幅画一直是冯锐心中的一根刺 冯锐的课题小组 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 古人对地震的记载 经常用到摇这个字 比如说汉顺帝的诏书 就曾经用地摇金师 来形容地震时的情形 摇摆摇摆 冯锐由此联想到了 现代地震仪的旋垂摆理论 猜想张恒地动仪内部的督注 应该是旋垂摆 而不是直立杆 旋垂摆理论 其实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地震学之父约翰·米尔恩在1880年创立的 一个简易的旋垂摆模型 只需要两个组成部分 一枚悬挂的重物 还有悬挂重物的水平 如果在重物的末端固定一根铅笔 铅笔下面放上一张白纸 在模拟地震时的水平运动 我们就可以看到 铅笔在白纸上不断地记录着地震的振动 这其中的奥秘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解释过的惯性原理 据此冯锐的课题小组 很快向中科院提交了他们的地动仪复原设计初稿 他们的设计稿中 地动仪内部有一个悬挂在中间的粗状悬摆 高与直径的比例约为6比1 悬摆的周围有8组杠杆 对应着8个不同的方位 杠杆与龙口的机关相连 悬摆摆动带动杠杆 触发龙口机关同球掉落 然而这份看似完美的设计稿 却很快被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给退了回来 研究所明确告诉冯锐 他们的设计稿无法实现 原因是地震发生时 悬摆会像中摆一样 在地震发生的水平方向上左右摆动 那么它所测量的就是两个方向之间的运动 也会触发两个方向上的龙口机关 所以根本无法确定震源的方向 100多年前 米尔恩的解决方法是在多个地方放置地震仪 形成一个监测网 通过多个地点提交的数据交叉验证 来计算出地震的具体地点 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张衡只使用了一台地动仪 就实现了对地震的精准监测 张衡是怎么做到的呢 再次研究史料 诗关发迹机关巧智中的关字给了冯锐灵感 关在古代是个多一字 有门栓的意思 也有道路交汇点的意思 冯锐由此改定了他们的设计方案 在悬摆的下方增加了一个由悬摆控制的铜球 重新设计的地动仪内部的结构分为五个部分 中央的悬摆对应着史料中记载的中有督注 悬摆下的铜球对应着史料中的关字 铜球被放置在八条向下倾斜的凹槽的汇集处 这是棒形八道 凹槽和地动仪外壳上的龙头 由八组杠杆连接 这是机关巧智的机 外壳龙头中所含的铜丸 对应着史料中的手弦铜丸 至此史料所记载的督注、鸡、关、道、丸 五个部件全部集齐 地震以水平波传来的时候 悬摆由于惯性保持静止 但相对于底部框架来说 就产生了一个反方向的位移 铜球落入凹槽触发机关 除此之外 冯锐还对地动仪的外形进行了改进 厚汉书中形容地动仪是形似九尊 但很多东汉出土的九尊 并非中间圆胖的筒状的 而是穷龙状的 类似一个中兆 此外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受体头向内而背向外 是对黄泉的大不敬 所以冯锐还改动了铲除的方向 让铲除的头向外 被紧贴在地动仪的外壁 2005年3月 冯锐的课题小组交出了他们的答卷 重新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模型 经过了长达七天的强干扰实验 没有一次误触发 完美通过检测 冯锐终于完成了他对张衡穿越时空的致敬 故事如果到这就结束的话 对张衡和他发明的厚峰地动仪来说 不实为一个美好的结局 然而2010年 打假狂人方舟子的一篇文章 再一次把关于地动仪的争议 推向了风口浪尖 方舟子认为 冯氏地动仪模型 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起到验证的作用 它检验的只是实验室里 对真实地震的模拟 模型建成之后 中国境内发生过多次五级以上的地震 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北京也有震感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北京展出的该模型 有监测到地震 方舟子的这篇文章很快传至海外 影响不断扩大 除了方舟子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冯锐所还原的地动仪 实际上是参考了现代地动仪的旋垂白理论 与中国古代的史书描述并不相符 后汉书中的中有都著指的就应该是直立著 而不是玄水版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 教育部对初中课本中 关于地动仪的内容进行了删减 方舟子在他那篇题为 张衡的地动仪管用么的文章末尾 毫不留情地说到 张衡的地动仪很有可能和 金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 仅仅只是个摆设 不过对于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黑科技 我们始终没有停下探索和复原他的脚步 2013年天文仪器专家 80岁的研究员胡宁生老先生 带领团队挑战一直以来 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立著验证 前面我们提到 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通过计算得出 想要让立著的验证灵敏度 优于人的感证灵敏度 立著的高度需要达到1.89米 直径只能有1.5毫米 这么高而细的柱子是根本立不住的 但是胡宁生老先生说 关野雄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高立柱的灵敏度 应该与其着地面的大小有直接关系 而不是与立柱的粗细有关 我们完全可以给一个粗立柱 配一个小的着地面 使这根立柱也能获得一个高灵敏度 为了证实这个结论 胡宁生老先生 亲手制作了一个新的地动仪模型 在一个直径为1米的底座中央 立一根高2米 直径80毫米的履柱 并且进行了大量的验证实验 2020年 胡老先生将他的研究成果 发表在了中国科技杂志上 只可惜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舆论关注 2021年 郑州大学物理学院李平林教授 和工程师张小宇 运用听音的原理 重新设计了地动仪的复原模型 颠覆了此前学者们 对地动仪原理的认知 不久前 我们与工程师张小宇取得了联系 并且拿到了他们最新撰写的论文 所谓音在古代指的是圆形的陶器 莫子背学篇中就有福音而听之的记载 古人在打仗的时候 为防止敌军从城外挖地道进来攻击 会在城内每隔一段距离就挖一口井 井里埋一个大腹小口的坛子 也就是音 音口用薄牛皮密封 让听力好的人浮在音上进行真听 就能够知道敌军是否在挖地道 这就是听音 听音能监测到城外敌方挖地道时产生的微弱动静 根据这个原理 李平林教授和其团队认为 张衡地动仪其实是被固定在地面之上的 地面下埋着用来接收地震波的古形听音 这才是地动仪的关键部件 古形听音一端埋在土中 另一端包覆皮革 皮革在接收地震波后会产生共振相当于共振膜 与以往学者的结论大相径庭的是 李平林教授认为 地动仪内部的督注是固定不动的 督注的末端埋入地下 上端安装有八个方向的杠杆机关 机关的一端连动着龙口铜丸 另一端通过丝线与古形听音相连 地震发生的时候 古形听音的皮革共振膜产生振动 该振动通过丝线传导给杠杆机关铜丸落下 为保证仪器的灵敏度 中央的督注要粗壮且不易弯曲与振动 有意思的是张小宇工程师 在考察洛阳灵台遗址的时候 发现遗址下存在一个十字地宫 地震波的波长较长 想要使鼓形听音的共振膜 与地震波产生共振的话 鼓的体积就需要非常大 而灵台遗址下面的空间 恰巧能够容纳大气级鼓形听音 总的来说至今为止 关于地动鱼的争议声依然不绝于耳 很多学者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兴趣 依然没有放弃对张恒地动鱼的探索 但敢于把王振夺版地动鱼的模型 从教科书中删除 恰恰体现了国人自信心的提升 我们不需要用来撑面子的民族自豪感 也早就应该跨过了需要过分夸大一样东西 来满足民族自尊心的时代 张恒地动鱼的最大意义在于 他在那个愚昧迷信的年代 带来了一丝科学的光亮 正是这一丝光亮 启迪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愁出满志 中年无奈向黑暗现实低头 晚年郁郁而终的真实张恒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拜拜